Lio聊世紀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別的對決 這場對決是西托加上Jordan 對上大約1600分左右的玩家 總共有4位 這場比賽是2打4 應該也會相當精彩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藍方 藍方是1500分的隊伍 這1500分的隊伍裡面 藍色是選擇了伯伯 伯伯的移動速度很快 再來就是馬丘單位造價非常便宜 還有這個馬攻克星 弱攻可以使用 伯伯整體上沒有什麼太多弱點 我也是蠻喜歡玩伯伯這個運動的 好 再來看一下下一位他的隊友 隊友的話這邊是黃色 黃色是法蘭克 法蘭克吃果子很快 還有192游侠 血量非常多 他本身是比較走步兵跟 騎兵文明的 法蘭克還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所以他這個 食物成長的速度也是非常快速的 法蘭克的特色大致上是這些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青色 青色這個文明是伯伯地 伯伯地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在黑暗時代 就可以升級封建時代的 伐木技術或是農田技術 以此類推 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地龍時代的 伐木技術或農田技術 除此之外呢 伯伯地還有這個革命波流 可以把村民全部都變成這個民兵系 民兵攻擊力很高 血量還蠻多的 他的遊俠呢 這個科技研發也是半價 馬舊單位裡面的科技 全部都半價 所以他也算是遊俠最快承起的文明之一 伯伯地還有這個青裝奇兵 超級強 可以蓄力攻擊 伯伯地的話大致上的一個特性就是這樣子 那麼接下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是綠色 綠色是達達 達達的話最大的特色是 可以高打地的時候 傷害再更高一點 因為世紀帝國有個細節 你在這種凸起的高地上面 攻擊第一處的敵人的時候傷害會加成 那達達又把這個能力再加強了一點 那我印象中這個數值好像是會加了快50%傷害吧 非常高 那第一處打高處的人 也似乎有這個傷害減免的效果 不管是近戰或是遠程單位 都會有這個減免效果 那達達的話可以利用這個高地跟低地的一個優勢 去跟對方換單位 那除此之外呢 他這個雀血 是非常特別的單位 是他的寶兵 那雀血的話是每攻擊一下 都可以 攻擊一下對方單位的話 都可以拿到一點黃金 所以他是一個造價便宜 非常省的一個寶兵單位 然後又可以很低價製造的一個奇兵 大概一隻雀雀只要40黃金 那基本上你出一隻雀雀 因為他也會攻擊別人 通常也不到40塊黃金 而且血量又很多 可以到160滴血 那除此之外 他的馬功部分呢 有這個免費的母子環 跟安息人戰術 所以馬功成型來說 呃 達達應該算是 遊戲裡面最快成型的 他基本上只要點一下跑速跟品種 還有這個 二級色 城堡時代的馬功 就完全成型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那眼睛的觀眾應該有發現到 這個排列順序是不是怪怪的 這個藍色是四人 但是這四國的中間 確實穿插西托跟Jordan 所以藍色現在變成夾心餅乾 被兩位高手給包著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紫色 紫色是我們的高手 Jordan 那目前Jordan是天梯第二名 分數超高的 分數是比黑拉稍微低一點點而已 那黑拉 不是黑拉 那Jordan這邊選的是高棉 高棉這邊有1次0農田 那這個農田的生產速度 是非常快速的 最大的特色 這個1次的農田就是 你不用在模仿旁邊 或TC旁邊的造農田 他就會立刻把這個食物 採集到你的食物的 這個籃裡面 食物籃裡面 你就不用再自己 去把這個食物放去模仿裡面 好 那這邊 伯伯這邊 直接拉了一堆村民 要來扁 這個是要蓋TC爆嗎 哎呀真的耶 看來伯伯知道 一開始自己 就要大難零頭 所以決定 拉這個特殊戰術 直接用TC爆的方式 那TC爆比較強的文明 應該是這個波斯 因為波斯的建築物 TC血量是雙倍的 非常的硬 再來就是敗蛋體 敗蛋體有這個 建築物血量加成 那我個人覺得 波斯應該是首選 那這邊會選擇 波波來TC爆 所以主要原因應該也只是 他單純喔 覺得自己 沒救了 趕快捨身換一家 這個戰術感覺還是不錯的 好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那這個TC爆要怎麼防呢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跟對方 硬射的話 就是拉個幾串 在後面修 然後 後面趕快大伐木 因為修TC是需要木頭的 那黃金也需要挖一點 那最好是出一點攻兵喔 去反制對手 TC爆一直過來騷擾的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再來講一下 紅色 紅色是這個打打 這邊怎麼 TC的村民直接出來打架 這邊想要幹冥羊 哇 還幹到 直接把它收回來 這邊村民可能會死一村 好 那這邊 波波的陰謀 被阻止了一下 這邊已經上了封建時代 馬上按下射箭場要來出攻兵喔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出攻兵的話 就會有效克制對方的一個 TC爆的一個進攻 好 那紅色這邊是馬扎爾 那馬扎爾 他最大的特色 是這個馬攻傷害 應該是遊戲裡面最高的 重裝馬攻的部分 重裝馬攻攻擊力可以再多一攻 還多一射程 攻擊力高又射程又遠 這個反驅攻能力喔 非常強大 那除此之外 他這個銀罐呢 可以讓他的寶兵喔 這個 標和 這個什麼 馬扎爾標騎兵喔 不用黃金就可以生產 那他這個騎兵 對攻城系還有外傷害喔 所以馬扎爾到後期喔 也是蠻誇張的 那馬扎爾一開始喔 還有這個 免費的一級攻的一個 優勢戰 那這邊一開始就是 赤火5加1喔 免費就送給你 城堡時代送二攻 帝王時代送三攻 所以他這個前期的封箭時代馬攻 是 肉馬開局喔 是非常強勢的 基本上你跟他出肉馬對打 打不太贏喔 很容易打輸喔 所以這邊法蘭克可能要小心一點 雖然法蘭克這邊有這個血量優勢戰 但如果馬扎爾這邊點一下品種的話 血量會比法蘭克這邊血量還要更多一點 好那看一下這邊的一個狀況 這邊狀況 欸 這邊高免 把TC被射爆之後 再重新建一個起來 沒有要跟對方對射的一個狀況 那你只要出攻兵之後 對方就沒法一直持續TC爆 那這個TC就只能在這個位置喔 那目前只要攻兵出來的喔 這邊通常就不能安心的吃果子喔 那伐木也是喔 這邊只能先吃這些羊 壓壓金 這邊再狠一點的話 直接拉一隻狗兵喔 去他家的伐木區喔 去射這邊伐木的人喔 這個是有效單挑對抗TC爆的一個打法 然後狗兵一出來之後 對方喔 絕對沒有東西可以打 一定要到封建時代喔 出肉麻或毛病喔 才可以打得贏 但是他TC爆的話 這個上封建時代的時間喔 又更晚 所以這個有一段時間 會被這狗兵克制住 但這邊打得很保守耶 狗兵竟然沒有直接去他家探 有點意外喔 這邊稍微走一下 往上針對一下這個伐木區喔 好 那這邊高免 農田還是啥TC附近喔 稍微還是要防一下 雖然有這個依次元農田能力 那順帶一提喔 高免這個村民喔 有這個進到防止助手的能力喔 就是可以把防止喔 當作塔裡面喔 躲進去喔 不被敵人騷擾到 好 那這邊有蓋個防止就還不錯 但左邊這隻村民喔 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對方工兵出來 這邊可能還是要敵木牆 才能跑掉 好這邊直接報名一波 三隻工兵直接開始拉打 開始拉射拉射 但是工兵數量還不是很多 能打到的東西還是有點少 一直把殘血拉走就沒問題 好那看一下下方這邊 我這邊吸脫和努力 再跟這位法蘭克玩家對打 稍微打出一點優勢阿 那法蘭克這邊也是很拚命喔 肉麻一直按 基本上靠肉麻想要跟對方打一個持品喔 這邊肉麻兩邊都在跳恰恰 那我覺得 法蘭克這邊打得很好 只要他這邊拖住很多時間 讓那家慢慢農就好了 但是 吸脫這邊是分兩個阿 第二波的肉麻 好也有到後方做個騷擾 而且這邊還砍到蠻多村的 哇真不愧是職業選手 這個雙線操作 是我一定碰不來 好那這邊 火火 在家裡喔 蓋下一個劍塔 可以有效的克制對手 但那個劍塔有點可惜喔 沒有往外蓋 但可能是極限喔 畢竟工兵在這裡 要太往外蓋也是有點困難 如果再往前蓋一點的話 這個金晃可能就會有點危險 好這邊工兵 不敢靠近阿 剛剛這工兵的射程是在這個位置 不過點一級射的話 就可能就還好 但這邊是沒有在射村門 好這邊直接一個連環塔 果然要來塔金礦的部分 好那另外一隻 刺猴直接到下方 看一下他內家在幹嘛 他內家這邊是直接把家裡圍死 然後家裡有挖金礦 好正常開農 但是沒有出任何的兵 好吸托這邊 刺頭回來 好看一下兩邊的一個狀況 喔這邊又可以抓到了嗎 OK斗粒直接砍死 有一攻就特別強 兩個斗粒直接硬身倒地 四隻的肉馬又可以再抓到一村 哇這邊吸托打得很激進阿 好這邊是雙塔之後 果然金礦還是不能挖掘了 但是可以到其他地方挖 還沒問題 下面還有一個野鏡的部分 但前面就是這個馬扎爾 阿不是馬扎 這個打打 打打很接近到城堡的時代 馬弓都已經開始出了 但是Jordan這邊有被TC爆的關係 所以還在封建時代 目前只能用這個弓兵 去對抗對方馬弓 那還等一下一級防 看來要來擋一下箭矢的傷害 好這邊直接果斷在高地 可以微微凸起來的地方 插了一個高地塔 稍微可以抵擋住達達進攻 好這邊居然轉出了標槍騎兵 那本來的達達是不能出標槍騎兵的 那只要隊伍裡面有這個伯伯的話 就可以出這個標槍騎兵 標槍騎兵就是騎馬版的戰毛兵 相當好用 但是食物的消化量也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這個特別要注意 這個標槍騎兵出太多 可能會有缺肉的問題出現 好上方這裡 吸托讓大量的伺候 直接上完開砍這邊村民 哇這邊吃過的村民全部倒地 好那BOBO這邊 做到了其實蠻多事情了 這邊被收掉後面的村民也是無可奈何的 以他這個分鑽來說已經做到很多事了 畢竟拖到一村TC爆 已經很賺了 好那這邊 打打馬弓再繼續燒了 但是這邊 Jordan收村收得很快 一村都沒倒 好這邊是不是要倒一村了 欸好像有點可能喔 好 但是攻擊過來應該是不會有機會了 好那 高麵這邊要趕快上到這個城堡時代 才可以有效的對方對手 那高麵的話最大特色是這個大象 大象的傷害非常高 還有這個奴炮象可以使用 還有這個雙重奴炮 奴炮可以射出雙劍奴炮 還有這個奴炮彈象也可以 那總體而言 打騎士的路線喔 還是偏多的 畢竟他這個農田 異次元農田給的肉量也是蠻多的 不打肉馬 或是打重裝騎士之類的 會有點可惜 好那這邊這個洞品牌 趕快補 趕快補一下 那目前的路線看起來 來打這個馬弓喔 還是要靠工兵跟戰毛兵擋會比較好 這邊 這邊 金礦處好像被騷擾到有點煩 哇 博更蒂的重裝騎士已經出來了 這邊直接被三家夾攻 西脫很尷尬 哇肉馬出得到17隻了 西脫這邊還在封建時代喔 肉馬一直按喔 好左邊這邊想要來直接插塔 但是直接被 就在這邊村民爆打一波 勃勃的劍塔進攻造成失敗 然後這一次1500分的一個團隊喔 觀念還是比較好一點喔 比1000分的玩家更有侵略性喔 而且升級來說也比較順暢一點 連那個TC爆的打法居然也會喔 相當的 蠻符合這個分段的玩家喔 我們就知道1000分跟1500分的分段喔 區分那個實力喔 差別有多少 我們之前的大概是上個禮拜吧 有出這個 就等一打三喔 我們1000分的玩家喔 就跟現在的玩家這個區分喔 就蠻明顯的 實力甚至有些差距喔 那1500分的玩家也很知道 連環塔的優勢跟略勢在哪裡喔 就可以很好善用這一點喔 做一個進攻喔 好那1500分的玩家喔 算級方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馬功部分喔 也是繼續做騷喔 但是沒有彈道血喔 有點射的有點歪 這邊就能上到城堡時代 升到奴兵了 那西柯這邊城堡時代還有大概 快要一分鐘的時間喔 但是這邊光用刺口 就把對方打到不要不要了 法蘭克這邊就能出了歧視 做來反看 有歧視之後 這些肉馬就不會這麼的狂妄了 好那邊這邊 哇這邊城堡兵雖然有點多 直接硬戳吃掉前方的騎士 那BOBO這邊越來越好 經濟也開始OK起來 輪走技術也好 那這邊直接雙塔 連環塔的優勢就是前面那個塔砍傷害 後面臭兵可以進駐後方的劍塔 就可以繼續輸出了 那騎士最好的方式喔 這邊再拉一坨喔 直接去後面直接拆 好 公命直接過來喔 直接修嗎 後面有這個喔 奴兵喔 哇 兩個劍塔直接拆掉 好 那Jodan這邊對應的方式還是比較果斷喔 直接該用村民去暴打的時候還是會暴打的 那目前支援狀況感覺 Jodan有點慘 Jodan這邊雖然上到城堡時代喔 但是這邊農田喔 你看大部分都已經不能採了 這邊農田可能要再灑過一次喔 好 那這邊到了城堡時代的馬扎 馬上連下青騎兵 攻擊17加2非常高喔 而且有惡訪喔 而且還有品種喔 這個血量非常多 這個青騎兵打起來可能會出事喔 但是沒有遭到任何村民 稍微有點可惜 好 那博冠蒂這邊有派一些重裝騎士 到了 搭配法安克喔 一起進攻西托加里 西托加里其實都有長槍兵在駐守 雖然這個還沒有到重裝喔 有到重裝的話防守效會更好 畢竟斗力來說還是稍微遜色了一點 好馬弓部分這邊 做一個拉打嗎 結果頭車過來了 哇現在是Jodan最頭痛的東西喔 頭子車 頭子車這邊要解的話 用騎士也不好解 後面畢竟有大量馬弓了 最好方法就是解出頭車喔 跟對方護頭 用自己的操作去秀 哇這邊頭子直接投爆兩隻村民 很賺阿 好但是後方 西托用大量的一個 七星起兵喔 後面突光了一堆村民 哇這邊村民損失慘重 打打打 家裡村民處只剩下14村 哇一夜回到封建時代阿 原來他在前方喔 專心在控馬弓的關係喔 還有投資車 所以並沒有把自己家裡的狀況看清楚 當意識到的時候 收村已經只剩下一村啦 其他的村民直接被塗到 剩下一點點三村兩村的狀況了 西托這一波進來 直接重創的打打 打打直接回到了黑暗時代 喔村民甚至比黑暗時代村民數還要少 比開局的三村還少了 哇 西托這樣已經算是直接滅掉了異果 但是打打還有這些喔 馬弓在喔 這些馬弓也是要處理掉了 好 那目前看起來西托已經解決掉一家 那伯伯這邊看會不會被Jodan給都根喔 這也是蠻關鍵的 就要來看一下 待會Jodan要怎麼處理一下伯伯這裡阿 那目前看起來 感覺不會第一時間去處理伯伯 會先開農一下喔 把自己經濟先拉回起來 喔果然 第三個TC開下來了 才是要清農一下喔 不然這個法蘭克跟伯根地 到後期是會很難處理 這邊有二防的關係喔 所以箭矢射起來沒那麼痛 但你打村民傷害很高的 那村民被砍個一下 爆血 很痛 三刀砍死一隻村民 好 但是現在Jodan現在有投石車 投石車砸這個傷害很高 TC 還有這個箭塔 那大概如果要砸箭矢的話 我會建議喔 如果你在一般的狀況來說的話 直接出三台投車的話 箭塔任你才 基本上不太要求喔 你一個的話 投車的話要注意一下喔 這個血量可能會被箭塔吃到殘小 甚至收掉都有可能 三台的話就沒那麼容易收掉 吸托這邊騎士再過來砍個一波伯伯 伯伯伯看起來也快被處理掉了 Jodan這邊直接被隊友救了回來 工兵這邊稍微擋下馬弓 對方馬弓也不敢太過囂張 這邊可能會出一點奴炮 在家裡做對一個馬弓的防守會比較好 按個擠他一兩台可能就夠了 這邊投車繼續砸 線牌一直砸一直爽 這邊有點空不太過來 因為家裡有點BBQ 法蘭克這邊看到隊友被圖得很慘 趕快直接馬爆一波 進去圖個村民 哇 這邊死傷慘重 這裡西托村民術 像是剩65層 稍微有點落後了一下 普恩帝的數量 普恩帝現在目前68層 是全場最高 那這邊法蘭克稍微反打了一點 但是西托的青騎兵也到了 就到了法蘭克加里 肆虐一波 到處砍 加里並沒有太多的單位可以防守 只能任憑這些青騎兵 做一個輸出 但這個長槍兵過來擋一下 歐喲 效果很不錯 果然加里還是要放點長槍兵 比較安心 但伯恩帝第二波的重裝騎兵 也出發了 不要來說 西托家裡做了一波重創了 那這邊城堡直接壓了起來 TC直接被弄爆 後方騎士看到這個狀況 要去追嗎 看到了看到 去追一下追一下 哇 村民遇到騎士 手無寸鐵 只能任憑宰哥啊 這邊直接進一個雙卡 擔手 沒什麼問題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稍微擋住一下這邊進攻 來看一下這邊重裝騎士的進攻方式 看到太多斗力 還是會害怕 再防守一下 還升級的這個重裝長槍兵 但這邊青騎兵還是 跑到了伯恩帝的家裡 做一波騷擾 目前達達村民樹也慢慢回來了 達達這邊雙TC 開始慢慢把自己的村民樹拉高一些些 這邊果然高明也是出了奴炮 但奴炮小心 奴炮很害怕投死車 但看起來是沒救了 這邊直接投村民 很聰明 煩燒走位 走掉 不錯不錯 這邊再稍微反打一下 應該來不及了 村民想要收掉可以嗎 要收掉的話 可能要把自己的村民全部送光 因為馬公山很高 來不及收掉 村民全部倒地 就等這邊 送了一些村民 村民樹稍微又下降了一點 又變成62村了 那伯伯在中間 開一下TC 找到他的第三村 第一村已經搬了 然後到這邊是第二村 第三村跑到中間來了 第四村開在家裡 但是這邊有細貼的清洗兵 不知道這個路徑會不會被抓到呢 這邊要小心一下 這邊的路徑有沒有看到 哇 清洗兵直接抓包 唉呀 這一波又要再鋪了一波 第四村直接沒了 那伯伯的村民樹已經降至 剩下二十二村左右 好 那西托 第二波的騎士進攻 要來直接來痛擊凡恩克 凡恩克 目前分數最高 而且也是3TC 開諾 家裡有長槍兵還有僧侶 防守來說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這邊要怎麼 反打回去呢 這邊僧侶可能會全部送掉 這邊是有細節在 如果他把僧侶放在這邊的話 就會隨時躲到TC裡 那這個分段的玩家 有一些細節了 還是做的不是夠 所以僧侶啊 很多招牆一波都會直接送掉 這蠻正常的 好 那這邊 Jordan把家裡的 長槍兵也拉出來 所以導致家裡沒有長槍兵 結果法蘭特這一波騎士進來 沒有東西可以收 聰明也是被吐了一波 完蛋 哇 這邊還有伯根蒂的重裝騎士 也再來 開個BBQ 哇 西托不應該把自己的 長槍兵派到法蘭克家裡啊 至於家裡又慘遭毒手 村民處直接降至剩下六十幾村 不到六十村了 這邊太多村民直接收村 也沒辦法 因為這邊只能容下十五個人 好 那這邊進攻 法蘭克加伯根蒂的連擊 確實痛宅了 西托的村民 村民處降至剩四四村 哇 有點慘 損失太多啦這一波 這波長槍兵是不應該往前送的 好 那目前高敏這邊 村民處拉至到八十村了 村民處非常多 他的對手 打打跟伯伯呢 村民處也回到二十七二四村 但村民處明顯也開始有拉開了 那也把自己的私處也拿回來 這邊的話可以稍微 去把這個農田稍微幹回來一下 去把這個農田補回來 去把這個農田補回來 蠻賺的 果然這邊蓋了一個模仿 要把這個錢拿回來 好 家裡經濟慢慢回溫 我這邊很聰明 開了很多TC 專注農村民 通常在遊戲中期 如果你背魅國的話 最好是 就是趕快蓋TC出來 把這個經濟農回來就好 先暫時不要出兵 先不要想著出兵這件事幫隊友 先把這個村民拉至到一百多村 比較重要 因為你就算易死的 出一點兵去幫忙 可能出太多 導致你這個村民處又更難回穩 會導致你永遠起步 永遠幫不了隊友 那隊友永遠都是在一打二的狀況 那盡可能 出少量的防守兵 防好自己 讓自己可以慢慢聞起來就好 那目前這個打打狀況 跟伯伯 兩邊都是TC 要開農 但是西托這邊 清奇兵一直在燒 就很煩 這也就是會變成說 你可能要出一點 垃圾兵的來防守 像戰毛兵 或者是長龍兵 會比較好一點 完全不出的話 真是沒得打 這邊馬公在前線 直接被拉回家 紅車直接想要來拆 但是這邊TC撞下去山很高 開始開始撞 但是這邊有箭矢 有奴兵 奴兵要來射了嗎 沒有 直接躲到了衝車裡面 西托第二波進攻 長龍兵又拉出來 這裡要直接把這邊騎士給戳爆 這邊一個前置城堡 法安克來不及蓋起來 直接被大量的騎士加長龍兵戳爆正面 但是西托的村民術也慢慢拉回來 回到66村 3TC開龍 可能還可以再多按一個TC 會比較好 果然補了 4TC 補上 這個經濟再拉穩一點 第一個上帝龍時代的是博恩蒂這邊 博恩蒂家裡雖然也是被重創了一些 但是他發展是最穩定的 畢竟這邊有3TC在農 中間還有城堡 所以這邊西托的騷擾也沒有到非常的OK 因為畢竟城堡在的關係 不好打 可能是法蘭克跟博恩蒂兩邊算是 算是內加嗎 算吧 所以農得比較開心一點 法蘭克一開始的壓力 只有第一波的攻勢 造成比較大的傷害 感覺法蘭克應該是這場遊戲裡面 最厲害的玩家 這一隊裡面最強 那博恩蒂雖然身為內角 但他龍的速度並不是非常樂觀 但是也是做到很多事情 所以也不能說博恩蒂比較爛 其實跟法蘭克是差不多的 那目前達達 開始要被都更了嗎 那高敏這邊會打什麼樣的戰術呢 達達這邊 喔不是 高敏這邊是要打騎士 果然要利用力氣的農田 把自己的肉量拉高 然後之後爆一波騎士 好第二波這邊 輕騎兵加騎士 再塗個伯伯翼這邊 村民這邊沒有發現 來不及收村 還是傷到了一些村民 右邊這邊 騎士第三波騷擾 上方這邊有些工兵 要來抓 哇看起來 剩下兩國囉 現在有點在二打二的感覺了 伯伯跟達達感覺 感覺起不來喔 感覺卡巴了 跑不動了 經濟也起不來 但是法蘭特這邊一個絕地大反擊 直接清洗了 Jordan的領地 Jordan這邊直接派了騎士過來防守 但是還是被打到一些村民 但是沒有問題喔 目前村民樹已經穩到 已經有100多村了 呃 達達 不是達達 伯伯這邊喔 反而還蓋了一個城堡 把這個TC喔 還有這個工程機製造所 還有幾片農田喔 直接鎖死 那這一波應該是 最近的 伯伯最大的攻擊喔 這個城堡起來 確實有點傷到經濟 好 伯伯第一這邊 決定要來強攻 高敏這邊 高敏這邊 還沒有升好重裝騎士 才剛按下而已 其實還不能跟對方硬打 稍微再等一下會比較好一些 出車回來 這邊回來的話 騎士可能也沒有辦法做處理喔 然後還是要去針對對方的馬攻會比較好 不然不知道騎士也是白給 好 二攻點下 目前騎士的數量還在屯 但是 伯伯第一的一個騎士 已經要開始升遊俠了 遊俠出來之後會更難產 血量會到160dc喔 血量直接加40d 這騎士會更難產 好 下方的西拓騎士喔 還在軍區做騷擾 都是少量騷擾 因為剛剛經濟喔 家裡有點爆炸狀況 所以這個村民術並不是很多 現在才點帝王師戰啊 好 家裡開始經濟穩了起來 但是並沒有城堡 我覺得家裡可以把這邊 插個城堡之類的 防守會比較好 剛好在四個TC的中間 不一個城堡 好像也合理嘛 好 法蘭克這邊騎士也是越出越多 這邊有第二部的 進攻單位 在這邊敘事待發 好 但是伯伯這邊喔 已經放棄開農了 家裡開出這些 弱弓喔 還有出了幾次了 但是這邊要 能繼續出弱弓的話 就需要城堡 有城堡的話才能繼續出 但是 這邊均勻透過時間出來了 城堡被拆掉就沒希望了 可能伯伯的心態是 現在要農可能也來不及了 先出個幾隻弱弓 去做騷擾 好 畢竟自己的村被抓到太多事情 不如 讓對手 對我有點壓力一點 出點畢竟燒了他 好 這邊伯伯地的遊俠 已經到了上方的位置 這邊是要來打哪個地方呢 好 但是這邊 高敏的 重裝騎士 怎麼取消升級了 欸 高敏這邊怪怪的 他這邊三級是不是被射掉馬舅啊 三級一直沒有好 他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這個 真的怪怪的喔 本應該來說 這邊高敏會有重裝騎士才對喔 哇 這邊又在補下了 哇 這邊是不是剛剛不小心按到取消啊 哇 感覺有點像喔 哇 變成這邊 遊俠完全打不贏喔 雖然重裝也是反而又打不贏 但至少 有這個品種加重裝 三級弓的話 可能還可以稍微打一下 雖然沒辦法完全打贏 好 那 西湊這邊喔 轉出了大量的長槍兵喔 但是對方 法安克已經準備好直伏兵喔 直伏兵 打這個長槍兵喔 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打騎士也OK喔 好 基本上是一個是有射程的一個劍勇單位喔 雖然這個攻擊速度喔 比劍勇慢了一些 但是還是相當好用 畢竟法安克還有這個直伏技術喔 可以增加這個直伏兵的射程 對付對方的步兵喔 單位傷害是非常不錯的 好 那馬扎這邊會轉出馬弓嗎 還是騎士一直線呢 好 但是這邊法蘭克 直伏兵直接被 被放生 直接被騎士暴打一波 後面騎士才發現 靠王技前面還有我的直伏兵部隊了 趕快回來救一下 好 但是這邊 重重騎士也快好 這邊一好之後 可能就可以再繼續反打 好 那這邊高米啦 終於把自己的重重騎士給轉了出來 哇 達達這邊又慘到毒手 村民宿又開始下降 村民宿本來到了四十幾層 但是這邊就被插了幾次 好 左邊這邊的城堡也是被拆掉了 弱宮的部分 好 再繼續生產的話 這邊再補下一個城堡 好 目前看起來 兩邊都還有得打 那普根地這邊依舊還是在爆錯 大量的遊想 那不知道會不會看到 普根地的一個爆名流 好 如果可以看到爆名的話 那真的蠻精彩的 好 一成五百分的實力 的確可以打出這些戰術來 好 我自己也會這樣打 好 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 我們就拭目以大 看一下這個 伯恩帝會不會有爆名 好 這邊重重騎士 直接手撕TC TC裡的村民直接噴出來 這邊被追個一波 哇 有點慘 好 加里 西托加里 巨型頭司機 加上法蘭克 還有伯恩帝的一個連攻 頭司機 止斧兵 直接全部補上了 直接前線城堡 給西托這邊大量的壓力 那高敏這邊 可能要趕快無視打打跟伯伯 趕快進攻 法蘭克跟伯恩帝的家裡 但如果打伯恩帝的話 可能會革命一波 也是要相當小心 好 這裡 西托壓力非常大 這裡沒有長槍兵的話 絕對守不住 但長槍兵又遇到這些 直斧兵又很難打 最好的方式是 轉出大量的疾病 然後再刺死 轉出先馬攻 可能會好一些 馬攻打這些直斧兵的話 效果很好 但是應該是沒有太多 直技可以轉 畢竟西托這邊 打了太多戰場 經濟西托有點崩了 這邊挖黃金 結果還被搏搏圖子 哇尷尬 沒有黃金 只能出垃圾兵 這垃圾兵的話 只靠疾兵也沒辦法 這邊西托壓力 要做的事情就是 守住這些後面農田 用駿駛投石機 努力拆對方城堡 但如果這邊直斧兵一上來的話 這邊可能會沒救 直斧兵這邊可以直接無雙 在這邊法蘭克直斧兵不敢先上 反正是讓騎士先上 這是什麼畫面 這個應該沒控好 果然沒控好 直接撤退 畢竟被這個急兵錯誤會很痛 好 凡克這邊有小野中的點像 西托 感覺有點極限 好 直斧兵管上前 直接無雙開丟斧頭 這邊 巨型投石機直接被拆爆 好 這邊 直斧兵直接無雙 想打誰就打誰 沒有對手 趕緊防點像 好 這邊要找一些騎士嗎 哇這邊有小直接走進去 西托派沒有呼吸了 但這邊沒有呼吸之前 還是拉了幾隻重裝騎士 到對方家裡做騷擾 好 高米這邊直接把伯伯跟打打直接毀滅 直接把他們的PC給拆爆 直接滅兩國 但是自己家裡也快要守不住了 雖然有大量的疾病 但是農田一沒有的話 疾病也沒辦法繼續做生產 而且巨型投石機把PC也拆得也是蠻多的了 雖然現在抽屜出還有105克左右 但後面大量的遊俠 加上直斧兵 依舊是個難解肢體 這邊可能要依靠Jordan過來做一波 才有可能守得住 哇 這邊遊俠很硬 很貼192遊俠 超強勢的遊俠直接A了上來 PC又在倒一座 城堡遺址渡不為營 貼了上來 怎麼辦 哇 大片農田直接棄手 西托直接被都根 沒救 只能撤了 只能搬家了 這邊再撒田也沒救 也是會繼續被砍 這邊可能要繼續跑 這裡不能繼續中 好 這邊高面點一下大論 說明術很明顯 差距快要到1倍了 325打170 好 這邊重蟲騎士過來一下 來直接直擊法蘭克 但法蘭克的家裡城堡其實蠻多的 最近法蘭克是擁有全有性命 城堡造家最便宜的一個天生能力 就等這邊打出了11 看起來是要守不住的意思的嗎 這邊伯恩帝第二波遊俠已經瀕臨城下 這邊要來進攻 久等了 西托這邊已經 只剩下少量聰明逃難 剩下35村 法蘭克加上伯恩帝的馬爆一波 效果非常卓越 但是高明家裡並沒有太多槍兵 這邊要守住遊俠實在是有點困難 這邊急兵補下了 有急兵的話可能還有機會 但是這個均勻還是有點太少 這邊少量騎士想要去燒 但法蘭克這邊回首的時機還不錯 遊俠們都也回來幫忙了 遊俠也可以輕手打贏高明的騎士 這就是高明比較難玩的地方 沒有遊俠可以用 那如果不打大象的話 就會比較差一點 不然就稍微轉這個奴炮向 或者是打這個奴炮 雙手奴炮也可以 但高明沒有打出自己的特色 一直用重裝去跟對方換遊俠 真的是會越換越傷 哇很慘 這邊直接完全扛不住 久等跟西托難道陨落了嗎 久等這邊看起來受不了了 打出了聚集 伯恩帝加上法蘭克 開育了這場比賽 伯伯跟達達 這兩位玩家 不能說沒做到事情 我覺得達達其實做到很多事 尤其是拖到了 Jordan這邊的經濟 非常關鍵 如果沒有拖到Jordan的話 兩個人直接茁壯 兩個人直接聯手 反打伯恩帝跟法蘭克 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他們這邊應該是有溝通好 戰術也是相當明確 知道該怎麼打 那硬要說的話可能就是 達達吧 達達可能策略上來說 沒有那麼算熟悉嗎 雖然他也知道要出馬功 但是他這個策略 遇到對方的一個馬爆的話 或是一個 直接騷擾的方式 可能會有點無力 收穿反應也會比較慢一點 那達達可能需要基本功 要再去想一下怎麼練會比較好 那伯恩帝跟法蘭克 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這個城堡也是差在蠻OK的位置 這邊吸托要來騷擾的話 也是自己會損失慘重 那家裡也只出少量騎士就可以守住了 那法蘭克家裡也是 雖然一開始後方這邊也是被圖了一波 但是前線的部分 都是有大量城堡在防守 所以就可以安心的 農出大量的兵 然後再用這些兵 直接往前退 也不用守在家裡 直接讓吸托蒙獸巨大的壓力 那我覺得還是比較關鍵的一波 是前期的第一波長槍兵衝鋒 有點讓他失策 長槍兵移到法蘭克家裡 那法蘭克後方騎士 跟伯恩帝 就給他打個pass 欸他長槍兵出門了 直接上去貼個一波 哇導致吸托這邊 第一波就慘中 慘到這邊的村民的屠殺 沒辦法 如果沒有那一波的話 可能吸托還有機會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哇法蘭克這邊是經濟最好的 基本上全贏了 那再來就是伯恩帝嗎 再來就是Jordan 然後再來就是伯恩帝 然後再來馬扎爾 那果然一次元農田喔 效果還是不錯的 15只差了法蘭克一點點而已 看起來 兩邊的經濟狀況 1500分跟1000分的玩家 差距還是有的 很直觀的 就知道戰術該怎麼打 才可以讓對方受到大量傷害 戰術就比較明確一點 比較不會旁觀無佐不知道該幹嘛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的話請再幫我按個讚 那也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